一直踢過去 一直往前踢 然後馬路每一次長大的時候 身體都會脫殼 然後每脫一次殼 他的身體又多了好幾截 然後多了好幾截之後 又多了很多隻腳 所以他的腳會一直變多 然後他的腳很難數 很多隻對不對 所以有人把他叫做千竹蟲 他有千竹蟲 那有百竹蟲嗎 有有百竹蟲 什麼是百竹蟲呢 就是蜈蚣 那馬路跟蜈蚣差在哪裡呢 他的身體 身體怎麼了 現在馬路在後退喔 看他是不是前面的腳踢後面的腳 他現在在前進 他也會往後走喔 往後走的話海浪就往後打過去了 所以他是前面的腳踢後面 前進的時候是後面踢前面 然後呢 這個馬路啊 跟蜈蚣呢 馬路的腳是長在身體的下面 那馬路的腳是長在身體的下面 就是前面的腳 對 阿蜈蚣呢 是長在他身體的兩邊喔 等一下可以讓他呢 你們可以先摸摸看馬路的身體 是硬硬的呢 還是軟軟的 現在有點硬硬的對不對 一圈一圈的痕跡喔 沒有 是硬硬還是軟軟的 這樣 是硬硬還是軟軟的 來吧